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做导演拍一个电影 怎么着也算才女了吧 所以在我们朋友圈子里 大家都亲切的管你叫余老师 没错 没错 一向都这么叫余老师 讽刺一位的 没有 你有讽刺吗 没有 都没有 她是我的心理医生 爱情专家 所以今天找她来 我真的就是 但我从来没说过你的费用 你欠账很久了 女人很现实 平常咱们找她不来 我发现只为了宣传自己的电影 她才肯出动 就来当收费了 你懂吧 就你平常 你要人家照顾你那么多 对不对 对 两百年没见着 今天出动了 不是山洞的洞 妖精 但她这个电影 确实是跟妖精有关系 跟鬼有关系 最近国内女导演又有新作 咱们余老师 处女之作 爱有来生 是吧 可见对爱是多么的绝望 我从你那儿得到不少灵感 所以拍了这个片子 什么意思 别问我身上贴 是吧 就是爱总是期待来生比较好 没有 旁观她在爱情路上跌跌撞撞 什么惨 我就跟你讲爱情问题 确实是平常我们俩经常是谈谈情说说爱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今天这个千百万这个观众 全球观众 这也是他们迫切需要跟咱们一起聊聊的一个问题 因为啊 现代的这个社会啊 你不觉得爱情的方式跟咱们想象当中或者梦里边的那个 我就觉得你比如说就正如我说呀 这个道德不能跟事实真相距离太远 太远的话会使道德丧失信用 我现在看见爱情也有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事实上都怎么着了 可是你看电影里永远都在那种最感人的 从最老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你像他这个爱有来生 咱们可以看一段他这个片 他这片子基本上就是讲啊 这辈子咱们爱不完 下辈子变了鬼 就人鬼情累了嘛 咱们可以先感动一下 这个小片段 你会记得恨不好 杀了我 你是怎么也不敢再相信我的 尽身尽实 我们所做的我的错 时间不对 一点也不对 来生我们才会 来生 我会更难 我们曾经约好的 哎呀这宣传片比电影还好看哈 不是 不是 我是说宣传片比我看的那个毛片还好看 就是那个 说的好像不大 对 他这个电影还没正式剪好的时候 我我我我看过 但是现在更好看了 哎 现在更好看了 就像你一样嘛 越来越好看 这话说的还可以 但是他是爱情专家 诗志要拍这么一部爱情电影 但是他至今截然一身 你说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呢 没有矛盾呢 对啊 这种矛盾 爱情专家一定要天天恋爱 对啊 你看那个张爱玲写那些有名小说的时候 他还没谈过恋爱 是啊 哎 为什么你要拍这么一个 因为我过去啊 听他讲过一个事 他就说啊 看这个牡丹亭 就是白仙永他们弄在北京好像演了三天 对吧 他就讲什么 有人说沙士比亚的戏剧 罗米欧与朱丽叶 不是 他就说这个 因为那个汤贤祖和沙士比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么他们讲到就是说沙士比亚很伟大 他把爱可以就为了爱而死去死 但是说汤贤祖更伟大 他是说爱可以把人从死了再变活 就是说牡丹亭其实表现的这个这样一个故事吗 关于这个爱情这个事 我脑子里啊 有一些这个人偶尔看到的只言片语啊 好比说我看了 窦维说 在现在这个时代爱情变质了 南淮锦说这个爱情这个东西不好的 爱情都是自私的 你爱我我就高兴 你不爱我我就不高兴 是吧包括我所喜欢的聊喜欢不见得同意啊 就聊认为有一点他跟我一样 就是说他觉得他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最嗨的就最高端的这个快乐的事情 是男欢女爱 这个我也同意 但是呢 他又强调呢 爱情不应该在人生当中占有一个很主要的部分 而且呢你他强调是说你应该只取这个爱情啊 欲先欲死 快快乐乐 欢欣鼓舞的那一面 而不要取他这个如怨如素 忧心丧志的那个部分 他认为这需要训练 但是我看这训练的结果呢 就变成他那首歌词 叫做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似海深 我的爱情浅 谁那个李敖的歌 李敖写的 我就觉得这么多人的这种观点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这都是男人的看法 这都是男人一方的观点 女人你怎么看呢 女人 我觉得跟他的观点差不多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都是人经历过以后 但是他说的那些就是说 应该爱他爱情喜欢他好的 欲先欲死的部分 不要让他有那个有怨恨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经过了那个所有 所以他才这么说 一定是附带着有的 不可能就是说你完全脱离开来 就喜欢的欲先欲死的一部分 他一定也经过了 我想他也有怨 或者他也经受过别人对他的怨 才会有的体会吧 但是爱情真的是必然要自私吗 像你刚才说南怀景那个说法 我有点怀疑 当然大部分一开始爱都是有点自私 因为爱总是想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 那么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他不断追逐不同的对象 那是因为他爱的 与其说是某一些某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个人 倒不如说是他的一个浮动的欲望 所以他的欲望会走的 会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但是大部分爱是往外的 往外就表示你是觉得自己活在世上不够 你是觉得你需要冒险 你要遭遇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因为你不可能遇上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或者完全符合你想象的人 他总是冒险所以你需要宽容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就像其实我们这个电影里所讲到一种爱 也就是说表达一种爱到深处可以放手 其实这种爱更代表一种宽容性 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个标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跟我们这个片子很相近 就是说只要你幸福我可以旁观 有人写过这个一句话 拿个刀旁观 不是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或者我想跟你在一起 是为了要更幸福并不是让大家更痛苦 那么就是如果你是幸福的 那么这个幸福是不是我给你的都不重要 就是你爱一个人 对对 就是说你是希望一个人好 更快乐 更幸福 就是说只要你幸福我可以站在一边旁观 是可以的 对可以 我现在感觉啊 我老在说这个刹那永恒 这个事儿 就是人呢 是一刹那一刹那的 你说什么事儿都有的 看什么电影我都能理解的 比方说有人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发誓 我从此再也不发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种感情 在当时的那一刹那 山盟海市的那一刹那 真的是那个心情啊 是觉得我们爱到一万辈子都不够 可是呢 可是到变心的时候 也是真的变心了 真的变心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说你每一刹那的存在 它都是存 就都是很真实的事情 可是好像我就觉得 真的进入到天天天天天天天当中 你就看到它在蜕变 它在变化 它不能老维持在最好的那一刹那呀 其实也许我们身边已经拥有一些 很简单的有亲情有情 甚至是爱情 是不是跟珍惜我们身边已经有的东西 说得好啊 但你为什么现在还读生呢 我很珍惜 我所有的状况都很珍惜 珍惜周围没有一个人的状况 我珍惜任何状况 就是人来了 人走了 我都很珍惜 所以我不会奢求 就是一定要身边有一个人 你瞧见没有 对 余老师吗 老师吗 你先上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再给你介绍一种 这个大哲学家罗素 他的这个观点 这些老看罗素 没错 我觉得这个人聪明 咱们应该多听聪明人的 罗素真叫reasonable 这个真是 为什么爱因斯坦说 读罗素的这个书 是他这个业余时间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 一种理性 他是通情达理的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他很讲理的 你比如说 他就说 现在的婚姻 还有另外一个困难 那些最明白爱情价值的人 尤其会感觉得到 爱情只在自由 和出于自愿的时候 才能滋长浓密 要是有义务的意思 包含在里面 爱情就很容易被毁掉 比如说 爱某某人 是你的职责所在 义务所在 那肯定会让你讨厌他 或者是烦他 对吧 那么但是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你看罗素的观点 毫无疑问 我们心中要是只有婚姻 而拒绝别处爱情上的接近 实在是自己减少了包容性 同情心 和跟人类接触的宝贵机会 他侮辱了 从最理想的观点 我还没完呢 他侮辱了 从最理想的观点来看 本来是好的东西 而且像各种 含有限制作用的道德一样 他会鼓励一种 整个人生上的警察式的监视 就是互相监视 但是呢 罗素认为婚姻是很好的 就是说两个人呢 在一起啊 执子执手与子 偕老是很好的 可是他认为呢 嫉妒是一个毒素 就是两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监视和管制 于是他提出的所谓 这种我觉得有点超人的想法 就是大家有包容 老公老婆都有自由 可是呢 我又想起我看过周国平写的一本书里 周国平说他试验过 觉得这玩意不可行 说的容易 做的难 因为你比如说再举另一队哲学家的例子 就很经典 就是沙特跟波夫啊 他们两个奉行的是开放的关系嘛 他们就是要反对嫉妒嘛 就是说我们两个在一块 你外头搞什么 我外头还有谁 都别介意啊 而且呢 沙特还很变态 就每次搞了个小女生 沙特喜欢搞处女嘛 真的 对 每次搞完一个呢 还写信 详细记录这个过程 寄给波夫啊 看 你看我怎么样 搞这些玩意儿 结果到了最后 你看到 他们晚年的这些日记啊 回忆录出来 你才发现 他们那个关系里面多么紧张 充满了多少的嫉妒仇恨 就那种苦啊 那种酸啊 就咬着你的心像虫子一样 就完全不是那表面 我觉得可能这个 就所以这种嫉妒 不可能完全排除 就是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希望他也是全部属于你 你也希望你把自己的 全部百分百给他 所以有任何分享 他肯定会有嫉妒 我觉得他博素 谈的是种理想状态 这个这个 我有一个 我有另一个老师 另一个爱情老师 跟我讲 他五 他五十多岁了嘛 他就说啊 你再过几年啊 你就觉得这些事情没有意思 他说英文里 好像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词 叫做爱恨游戏吧 大概就是 就两个人谈恋爱 尤其是年轻人谈恋爱 你发现没有 基本上就是在嫉妒 你怎么的 你怎么整天就吃醋 互相搞这些东西 占有非占有 但是呢 你说好 我们没要嫉妒 对吧 可是呢 很奇怪的是 你会发现 你对他也没有那么在乎了 真的是爱你一点点了 就好 我不太在乎 我包容 可是实际上 你确实也感受不到那种 强烈 强烈的爱了 也没有 当然很多人根本就反对这种 爱的太强烈的这种东西 因为只能伤人 所以你的系里头 不就是那种爱 就是很宽容的吗 就是没有基督 尽量去 对 对 给予一种 而且那个爱不是一点点啊 那是可以等了就几世轮回的那种爱啊 那是要很强烈 但是不是很宽容的 宽容不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 那个宽容是你可以去找别人 我也可以去找别人 那种宽容是就是说让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真正快乐的人 这就类似于人家说的大爱了吧 对 对你的焦点 这就是其实我们佛教讲爱 也不是不讲爱的 男女爱其实可以 但是问题是 你是整个焦点是离开了自己的欲望了 对 你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我很多年前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的一则故事 我就很触动 一直记着 就是说有两个恋人 他们就在热恋中的恋人 那个骑摩托车在山上盘行 那男的开着摩托车 女的坐在后面搂着这个男的 那山道很弯 就一个弯一弯 他很快 可能一百八公里两百公里 我不知道 然后在忽然一个拐弯的时候 一下看前面是个死路 是个悬崖 那根本来不及刹车 这个男的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之际 后面坐的这个女的居然跳下车来 然后一下子拉住了这个摩托车 在急驰当中的摩托车 然后这个男的得救了 这个女的一下子五脏六肺 全部震碎了 当场死亡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连想都没有 是一种本能 就是可能对他的一种深爱 就是完全的 你可能几秒钟的事情 就没有考虑的余地 但本能呢 他就是要挽救这个男的 他坐在后面 那个在前面看 所以就这种爱的力量 有多强大 所以其实任何的爱 我觉得包括师生 或者是父母子女的那种爱 就是有时候都会这样 就爱 所有的爱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让你超出你自己 你们说的都挺美的 但是我看到的总是这个事实的一个层面 好比说爸爸妈妈真的说是这个爱 可以为了孩子去死 如果有那么一个瞬间的话 他可以为了孩子去死的 可是实际上呢 他们天天在吵架 甚至闹得这个父子母子反目 这样的事情 在在都听都在听说 你看这个这个不是很很很奇怪吗 我懂 但是人活着 不是为了追求 每天吵架 过平淡的生活 而是为了追求 在你漫长的人生之中 有那么一刻 你超出了你自己 就等于我们看一个舞蹈 一个舞蹈演员 有时候或者一个戏剧演员 他可能忽然中 他的演出生涯里面 有一刹那 他放出那个光芒 你觉得以前没见过 他以后可能也不可能再有 但是就那一刹那就够了 那一刹那 他超出他自己了 他进入到另一个神圣的领域里面去 然后你记住 他那就够了 人总是在追求的是这个吧 但是我估计 这也是那个 自杀式袭击者训练的理论 那也是啊 训了就是 训了 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当然是很高 但是咱们事实上 天天看到的 所谓凡人之间的这种 情情爱爱的这些个 烦恼纠缠 这些更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内容吧 但是我觉得 文涛你可能悲哀了一点 就是你看到他有争吵 有烦恼的时候 他一定也有快乐的时候 或者他们和睦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 对 就是一部分一部分 就是你可能现在比较悲观的 就看到他 你不愿意看到的那部分 但是他可能有 比如说父 就像你刚才说的父母啊 有争吵啊 或者跟子女啊 但他可能也有跟子女很温馨的时刻 所以啊 有句话叫什么 认取此刻呀 就是看来啊 应该这个提醒人们掉掉脑子 对吧 都去看一些好的地方 对 你们之间好的地方 对 都存在的 都一样的 对吧 但是你的注意力 如果要早在想老老在想这个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就说 我有一次看见这个 聊有些讲 他说 有一个老太太 大概是八九十岁了 他的孙女还是什么重孙女 得了什么病 要死了 那么这个老太太呢 在那里闭着眼睛 微笑 旁边人就在问他 说老太太 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呢 那么你这孙女要死了 你你这白发送送送送送孩子啊 怎么不哭呢 老太太说 我的孙女快死了 我也活不多久了 我也这么老了 他说 同样是这么一点时间 我宁愿闭起眼睛 回忆我跟我这个小孙女 在一起寒衣弄孙 我们在一起很可爱的那个时候 他说这是更有效的吧 当然 觉得这是一个 太得很好的生活态度 对 因为我认识太多人 都是那种 一辈子都被仇恨 赞满心里 他永远记住 任何人都是记他的坏事 然后心里面永远就是一种恨 他永远没办法想起 一个他恨的人 其实对他做过什么好事 对 其实就是说不要怨 在生活中 那这任何关系当中 跟父母 跟朋友 跟爱人 是吧 都不要以一种怨的态度 去对待 哪个女人能不怨 可以不怨 是吗 对 我们还是要紧密 团结在余老人周围 我随时都能想起你的好 人情广告之后见 我们今天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欲望机器 这个欲望机器是这样的 就跟你的戏里面那种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戏感人 或者大家看来觉得感动 就是它其实是个不可能存在的时空了 已经 在那个时空里面 那么旁边没有什么电影广告 没有商品广告 一个人可能从小到大没见过多少人 对不对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呢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 可能从小看到大看过的美女 我指的是照片啊 要比他的爷爷辈 一辈子看的还多 没错 然后呢 爷爷辈 对啊 爷爷辈渊啊 然后我们每天看的所有的商品的广告 你今天买了个包 明天看到 这个包好像更好 我们今天的人的欲望 被训练成是非常的急 非常的短 时时刻刻要满足 这是我们现代人跟以前的人最不同的地方 我们被训练成欲望的动物 在一个欲望的训兽场 我就是个相见好啊 眼前欢了 就是我觉得此刻此刻 都是一个一个的这个时刻 下一个时刻哪里去了 这冒不清楚 但是呢 我看他那个电影啊 我有一个流泪的地方啊 就是那个鬼啊 那个和尚转世又回来了嘛 又想找他嘛 又想找这个女的 一看这女的跟另一个男人睡在床上 他扒窗户偷看嘛 然后 你这时候 你这时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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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以向最深的就是这一句 他扒窗户 会赢嘛 偷看嘛 偷看的时候 偷看完了 他叹了一口气 他叹了一口气 说了一句 说我来 不就是希望你幸福吗 现在看到 幸福不一定是我带给你的 现在看到你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也很幸福 那么我可以走了 哎 这个时候我流下了眼泪 哎 他不是看到他们床上说这句话的好不好 不是吗 我看的那是 我看的是毛片 我看毛片 我看的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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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把它揭起来的 他就把两大床前后的完全揭起来 对啊 你就深深的跟床联系在一起 你连爱情都是在床上 找床上戏嘛 唯一那么模糊的一段床上戏 都让你印象深刻 是那点台词 我确实能理解 就是说爱一个人超过爱自己 这个东西永远让我们感动的流泪 可是不是大多数 你说我悲观也好 我觉得我所见过的不是大多数 其实有人说过 就像刚才在这个书里才蓝说的 有时候他有人会觉得 对别人爱是幸福 可是有的人反而觉得 我爱别人是幸福 因为对别人爱 但是我不爱他你多痛苦 有这一说 你像有的女人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二明一 男人让我没有爱 但是是这个狗啊 让我发现我还能够爱 他需要爱一个人 需要爱一个人